中方对此次事故高度重视 习近平主席于30日向韩国总统尹新月致电慰问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遇难者表示神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李克强总理也向韩国总理韩德珠表示慰问 事故发生后 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部署驻韩国使馆核实情况 协调韩方尽最大努力做好中国公民的救治和协助工作 驻韩使馆已经与涉事人员国内家属取得联系 并积极提供协助 韩方表示将提供相应便利 在此我们也提醒海外中国公民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如遇紧急情况 请及时报警 并与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 寻求协助 孺谷农 明镇llan